本频道主要分享德国生活、语言及旅游资讯 如果各位有任何疑问的话,请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大家,再次收睇Chichi11,我是Chavis 今天10月3日就是德国统一日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别人事呢? 因为10月3日东西德就决定再次统一 他们将柏林围场直接拆射 德国政府为了庆祝这一日 每年都会有特别的庆典 就例如今年不在柏林庆祝 在Postam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摆设和展品 包罗万有 而我呢就在柏林西边 所以我现在就立刻去Postam 看看 然后呢 再去东边的Nissai Gallery 就是他们围场的残骑的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日 德国人他们究竟怎样庆祝 还有 我还会带大家 为了庆祝国庆日的 Berlin Lois de 灯光节 先不说这么多 我们现在立刻去片 Postamia Plaza 中文就是波茲坦广场 这个地区其实是以前 长的两边之间的无人地区 在东西德统一之后 成为了欧洲 重要地点 这个广场周围都是知名建筑师 所建的宏伟建筑 我们下一站就去 Postamia Plaza 不想走那么多路 我就推介大家 做这架滑板车 只要手机下转的app 就可以随处都租到这架车 整个柏林 都是绿色城市 和非常 车车友善 这日他们有个 demo 是关于 庆祝 我就免得拍他们 我们就继续向前进发 由东柏林 去到西柏林的车程 都需要20到30分钟 我就来到Bittichstrasse的 Asparnhock 等我的火车去 Warsawa Strasse 打火车的好处 一来就是快 二来就可以看到沿路的风景 到了Warsawa Strasse 沿着的河 就叫做普雷河 我现在在 East Side Gallery的河边 这里后面 就是Oberbrücker 而这个East Side Gallery 就用上静低的围场 作艺术展示 整个围场 总长度是1.3公里 而这个地方 更成为了流行的自由 象征 和纪念地 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这一幅 代表东西得统一的画 这个就是游客指定动作 这个柏林围场 因为靠近东柏林市区分界线 所以也都被称为 是福地场 今时今日 这个地方不止游客 本地人都很喜欢来这里 喝酒谈天 难得来到河边 一定要喝一瓶啤酒 解一下学 POST 作为一个本地人 一定要坐在草地上 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就这样坐到整个下午 玩玩音乐 玩玩pepper 看书都不觉得悶了 这条河 经常都会见到人家 拿着船在开派对 你觉得自己穿得很夸张 No 在柏林是完全非常正常的 由于柏林发展得太快了 越来越多的楼价都上升 所以很多人都有抗议的声音 我们差不多时候 去下一个景点 想知道年轻人好在哪 来这里就对了 柏林人 非常之喜欢这种 hipster culture 都会将旧的工厂 或者建筑物改装成别墅一格的酒吧 因为今天是节日 这一道 非常之爆满 到了7点 天黑 灯光节表演开始了 柏林大约有30个建筑 都有灯光表演 而我们现在在看的 就是Eastside Gallery 附近的 Operpuka 那条桥的 光表演 这里最大的特色 就是15分钟内 都会有 不同的光 还有闲闲闲闲的每个细节都好仔细的 我们搭了地铁 到了非常之人气的 Alessander Place 这里还有一天 你现在还有很多 潮人展示他们改装了的单车 因为这个是柏林的市中心 所以五不少的人都会在这里 表演歌艺 以及展示他们的收藏品 再下一个站 到这个地方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 這個建築就是外交部辦公室 他們要表演的就是今年 他們要將所有歐洲人的樣貌放出來 就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這個特別的光雕表演就是為了 今年的德國國慶而設家 雖然說我不是歐洲人 但我也覺得這個表演蠻特別的 下一站就來到玉琳廣場 這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三座建築物都有發光的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法國大教堂 concert house 之後就是德國大教堂 它的concert house還要非常繽紛 下一秒看到的圖案都是不同 有時看到就是貓的眼睛 有時看到人的面具 我就覺得它的容色非常大膽和創新 我就覺得今晚非常滿足 你呢? 今天影片有結束了 多謝收看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 再按上面的小叮噹 就可以每天收到我的更新通知了 好,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多謝 乾杯 謝謝 謝謝 謝謝